大家好 我是大老K 通过这么多期的节目啊 我们知道探案这件事是非常困难且辛苦的 在通常情况下 除了那些一眼就知道凶手的案件外 警方往往需要对案发现场残留的细微线索 进行抽丝剥茧 才能推动破案的进程 可问题是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案发现场都能找到线索的 但凡遇上这种特殊情况 那就只能依靠人证了 然后有句话叫人心难测啊 当一起案件中只有人证的时候 那就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了 钱德拉安·利维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据说他从小就很有主见 对自己的未来更是目标明确 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从来都不需要他的父母罗伯特·利维和苏珊·利维操心 可能就这么讲啊 大家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下面咱就稍微介绍一下他的履历 钱德拉的本科就读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新闻学系 因为成绩优异在毕业后 直接进入了洛杉矶市长办公室工作 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现状 于是便辞去了工作 又前往了南加州大学 攻读行政学硕士学位 由于最后一个学期是实习课程 所以钱德拉于2000年10月前往了华盛顿 并成功进入了联邦监狱局 成为了一名实习员故 虽然学校制定的实习期只有半年啊 但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体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呢 就已经让其所在的部门主管吃惊不已了 要不是实习期将在2001年4月23日结束 人家都舍不得他走 实际上呢 钱德拉在办理完离职手续后 倒真没有离开华盛顿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是想多待上几天与这座城市道别 大概在一周后的2001年5月1日 罗伯特利维呢 收到了女儿发给他的邮件 钱德拉在邮件上说 自己呢 已经买好了2001年5月8日 从华盛顿飞回家 也就是加利福尼亚州 莫德斯托的机票 这件事呢 让老两口十分高兴 毕竟因为实习的原因 他们已经半年多没有见过自己的心肝宝贝了 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罗伯特在联系女儿确认航班信息时 对面却没了响应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罗伯特和苏珊联系了几乎 所有可能了解女儿行踪的人 结果竟无一人知道钱德拉的去向 就这样 2001年5月6日 别无他法的两人 只能向2000多英里外的华盛顿警方报了案 各位还记得钱德拉是在哪里实习的吗 没错 华盛顿监狱局 由于这个单位与警局素有往来 互相都很熟悉 因此当警员们听说 监狱局的那个漂亮实习生失踪时 赶紧就去往了钱德拉原先租出的公寓查看情况 可一到地方 调查人员就意识到情况不妙 有人要问了 难道钱德拉去世在公寓里了 这倒没有 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在公寓中 之所以说情况不容乐观 主要基于两点 第一 警方在卧室的床边发现了一个打开着的行李箱 里面已经塞满了衣物 其次 钱德拉的手机 护照以及信用卡等重要物品都在公寓之中 如果硬要说少了什么东西 那就只有公寓钥匙了 以上信息都能证明 钱德拉立维不存在主动躲藏的可能性 换言之 他的失踪多半是遭遇到了某种不测 不得不说 利维夫妇的反应是真快 在得到以上信息后 他们立即就要求警方调取钱德拉的手机通话记录 这一是可以了解他在华盛顿的交集圈 二是可以知道他在失踪前都与谁有过联系 当然作为父母 此时他们比任何人都要着急 因此在拿到通话记录的第一时间 父亲罗伯特就挑了一个与女儿联系最为频繁的号码 拨了过去 哪知对方的身份呢 竟让人大吃一惊 话说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 他告诉罗伯特 这是代表加州地区的国会众议员 加里阿德里安·康迪特办公室的电话 而自己名叫卡罗林·贝瑞 是康迪特的妻子 现在议员正在接待客人 预计在一个小时后会回电话给罗伯特 好家伙 挂完电话的老父亲一脸的莫名其妙啊 女儿比较能干自己是知道的 但再能干也不至于大学没毕业 就能与国会众议员搭上关系吧 最主要 这个电话还是近半年来 钱德拉联系最多的一个号码 正在罗伯特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妻子苏珊竟也表情古怪的来到了她的身边 什么事呢 其实罗伯特在打电话时 苏珊也在和一个人打电话 谁呢 罗伯特的妹妹 也就是钱德拉的姑姑 叫林达扎姆斯基 因为性格的原因吧 钱德拉和自己这个姑姑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几乎是无话不谈 甚至很多父母不知道的事儿呢 姑姑都知道 就在前不久 钱德拉告诉母亲 自己正在和一个男人交往 不过呢 在很多事情确定之前 她暂时不想说出这个男人的名字 此次 苏珊联系林达 就是想知道 女儿到底在和什么人交往 毕竟女性出世 她的伴侣总是第一个应该被怀疑的人 听到这儿 估计各位十有八九 已经猜到答案了 没错 钱德拉的秘密男友 真是比她大了整整20岁 且已经是有夫之妇的国会众议员 根据姑姑林达的说法 钱德拉和康迪特在2000年时就认识了 过程很简单 有次钱德拉和好友詹妮弗·贝克 去美国国会大厦参观 当时呢 康迪特亲自接待了他们 三个人还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留念 而康迪特亲切的谈吐与体贴的态度也让钱德拉深受吸引 必须承认的是 这个男人的确颇富个人魅力 从1972年参政一直到2000年 他在各类选举中从未失败过 可见选民对其也是爱戴有加 正因如此 年轻的钱德拉才甘愿成为了康迪特的地下情人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平均一周会约会两到三次 但考虑到康迪特的身份 两人肯定不能在公开场合碰面 所以约会的地点一般都设在彼此租住的公寓之中 而处于热恋期的钱德拉 还有过和康迪特同居的念头 可后者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实际相比于女孩的热恋 康迪特相对于这段感情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甚至还为闭人耳目制定了很多的规矩 比如在两人偶尔出现在公共场合时 必须分开走 钱德拉去办公室找他时 如果在电梯中遇到了其他人 那就要故意陷安别的楼层等等 其实从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看出 康迪特绝对是个搞婚外恋的老手 琳达也以此劝过钱德拉 但恋爱中的人智商基本为零 他不但不听姑姑的话 居然还相信康迪特会与妻子离婚 然后娶自己过门 不过奇怪的是 2001年4月29日 也就是失踪案发生的两天前 钱德拉曾发信息给琳达 说等自己回家后会告诉他一个大新闻 因此在得知以上这些信息后 母亲苏珊觉得女儿的失踪 是不是与他口中那个大新闻有关 而这个大新闻又会不会和康迪特有关呢 正当利维夫妇思考着眼前的问题时 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得起来 罗伯特与妻子对望了一眼 然后就接起了电话 果不其然 对面正是家里康迪特 由于罗伯特并不想节外深知啊 所以他只简单说门了一下刚刚播去电话的原因 康迪特在得知钱德拉失踪的消息后 显得很是关心 他告诉罗伯特 钱德拉是自己一位实习生的好朋友 他们就是通过这位实习生认识的 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很有共同语言 钱德拉经常打电话给他 是咨询一些有关于未来职业规划之类的问题 康迪特表示啊 如果在寻找钱德拉的事情上 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即使需要经济上的援助都没有问题 好家伙 要不是罗伯特事先知道了这家伙与女儿的关系 他估计都得感动哭啦 不过此时呢 同样的话听到耳朵里总觉得不对劲 虽然康迪特说的滴水不漏 但却显得非常官方 更重要的是 在听到钱德拉失踪时 他好像并没有太过惊讶 这让利维夫妇产生了疑惑 于是他们转头 就将康迪特与女儿的秘密关系通报给了警方 还别说 虽然对方呢是个国会议员 警方倒也不出他 可面对调查人员的质询 康迪特却失口否认自己与钱德拉存在那种关系 当然了 这也是在预料之内的事 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与年轻女孩谈谈情说说爱 只是生活中的调剂 他不打算为这段恋情付出太多 一旦承认自己存在婚外情 势必会对其政治生涯产生严重的影响 可不认并不影响这条花边新闻在民间的疯传 巧的是就在两年前 时任总统克林顿刚因性丑闻而遭到弹劾 当然 他被弹劾并非因为与莫妮卡莱文斯基存在不正当关系本身 主要原因是克林顿曾在公共场合宣誓作证 否认与莱文斯基的关系 因此 当证据出现 使其不得不承认时 才被政敌以伪证罪为由提出了弹劾 毕竟婚外情的属于道德范畴 但做伪证就属于违法行为了 然而 据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年克林顿的事被闹得最为沸沸扬扬之时 康迪特就曾多次在公共场合向他喊话 要求其承认与莱文斯基的关系 没想到 仅仅两年时间 同样的境遇就落到了康迪特自己的头上 简直让人唏嘘 很快 时间来到了2001年的5月11日 这已经是前德拉失踪的第10天了 可警方那头呢 却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鉴于这种情况 罗伯特和苏珊决定主动出击 向社会上一些非盈利性的 携寻失踪者的组织呢 寻求帮助 实话是说 想靠这种组织找到人 那几乎就是吃人说梦 但他们有个本事很厉害 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吸引媒体的关注 从而让失踪者的信息呢 快速传播 比如说这一次啊 他们先在2001年5月15日 为钱德拉举办了一场祈福守夜活动 两天过后的5月17日 又怂恿立威夫妇呢 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就这样国会议员桃色事件 也随着失踪案一起 登上了媒体的头版头条 而且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此事一直占据新闻媒体的C位 这无疑是对康蒂特的一种煎熬 同时呢 也让警方压力山大 可此时的他们很是无奈啊 实际在案发后 警方已经调查过 三名存在嫌疑的对象了 除了加里康蒂特外 还有罗伯特·库尔吉安以及斯文琼斯 他们亲一色全是最后与钱德拉有过联系的人 罗伯特·库尔吉安呢 是钱德拉的校友 2001年4月27日 也就是失踪案发生三天前 钱德拉打电话约库尔吉安喝酒 因为后者呢 不喜欢在酒吧这种嘈杂的环境 所以最后的活动地点 设在了库尔吉安租住的公寓之中 当晚钱德拉诉说了自己与康蒂特的关系 库尔吉安听后劝他不要对这段感情太过认真 不过钱德拉似乎并没有听进去 总之这场酒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结束 而库尔吉安呢 把钱德拉送上出租车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我们接下来来讲斯文琼斯 她呢是钱德拉在监狱局实习的同事 一样是2001年4月27日这天 钱德拉呢打电话告诉琼斯 自己即将离开华盛顿 她的原意估计是想在临走前 约几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出来聚一聚 不巧的是 当时琼斯正和女友在加拿大旅游 因此两人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挂机了 先不管以上证词是不是属实 但经过警方确认 作为案发当天的5月1日 库尔吉安和琼斯都有不在场证明 非但如此 他们还顺利的通过了测谎 因此很快就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 不过康迪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倒不是说他存在多大的嫌疑 事实上呢 他同样拥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康迪特和钱德拉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 是2001年的4月25日 地点就在康迪特的公寓中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当时两人就聊了聊 钱德拉研究生毕业后的工作规划 至于5月1日那一天 康迪特全天都在忙碌之中 不管是他的助理还是秘书 或者是国会大厦的监控 都能为其作证 即使是这样啊 利维夫妇依然觉得他和女儿的失踪有关 只是碍与两人的特殊关系呢 有些事康迪特不方便说出来 因此啊 2001年6月14日 也就是钱德拉失踪的一个半月后 罗伯特和苏珊又一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此次他们公开要求康迪特 承认与钱德拉的行人关系 并将他知道的所有与钱德拉失踪有关的信息都说出来 原本康迪特啊 还想着用沉默的方式来门混过关 哪至2001年7月5日 也就是发布会召开20天后 又有一名空姐跳出来说 自己与康迪特也是情人关系 好嘛 在这种情况下 要是再想抵赖 那估计就要不克林顿的后尘了 康迪特呢 也是个聪明人 面对如此情况 他仅考虑了一天时间 就于7月6日承认了自己与钱德拉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 利维夫妇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可事态之后的发展 却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婚外情是承认了 但对于钱德拉的失踪 康迪特没有更多可说的内容 至于那些媒体记者显然对这位加州议员到底有多少情妇 他与钱德拉之间是真爱还是存在情色交易 更感兴趣 反而少有人在关心失踪案的事 好在不是所有媒体都对桃色新闻感兴趣 2001年8月23日 康迪特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美国ABC新闻的采访 不过想从一名老牌政客的口中套话 那基本也是徒劳 于是全美2400万名观众就在电视机前 建访了一把语言的艺术 记者问您和钱德拉发生过关系吗 我已经结婚34年了 当然也许我一直不是个完美的男人 我也犯过一些错误 但出于对我家人以及利维家族的尊重 最好不要深入探讨我与钱德拉利维的那些细节 事实上我和他才认识了五个月 在此期间我们从未讨论过未来婚姻以及孩子 那关于失踪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记者又问 我只能说啊 我一直很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 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甚至放弃了一些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以确保他们获得所需的信息 各位听完什么感觉啊 反正利维夫妇是相当愤怒 女儿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这个重要嫌疑人却在媒体上想尽办法的帮自己撇清关系 可人家的话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岔子 所以当20-20的记者询问苏珊 看完康迪特采访后有没有什么感受时 她回答 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诚实 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她显得并不自信 我觉得这是心里有鬼的表现 然而还没等这件事持续发酵呢 2001年9月11日 本世纪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了 这使得全球媒体的焦点都转移到了事件的报道上 至于其他事自然就嫌有人关注了 可万没想到 就在此时警方那儿却获得了一条重要信息 一位身在监狱的县人联系调查人员 说钱德拉已经被人谋害了 凶手是一名来自于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 叫英格马·关迪克 根据现人的说法 自己是在监狱操场散步时与英格马结识的 当时她显得非常沮丧 所以现人问她怎么了 英格马回说 我在公园里谋害了一个女人 现在她的照片在电视上广为流传 她叫钱德拉利维 估计有人要问了 这小子的动机是什么呢 很简单 有一天 英格马在亚当斯摩根附近闲逛时 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这个人给了他25000美元 要他谋害一个女孩 原本英格马也不知道陌生人是谁 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了此人的采访 他才知道给自己钱的人名叫加里·康蒂特 不过当警方在监狱见到英格马时 他却失口否认了线报中的内容 并说自己的确在电视上看见过康蒂特 但从未与其有过接触 那到底谁在说谎呢 调查人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让县人和英格马同时参加测谎 你们猜猜结果如何 英格马通过了测谎 而县人没有通过 最终啊 此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2002年5月22日 42岁的菲利普·帕克莫 在华盛顿的延西公园遛狗时 偶然发现树林森树好像有一件衣服 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少见啊 换作平日 菲利普根本就不会去理会 偏偏那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鬼使神差般的想走近看一看 哪知才看了一眼 就吓得他赶紧找地方报了警 想必大家也猜到了 没错 除了衣服外 菲利普呢 还看到了一副完整的骨骸 后经牙印比对 这正是已经失踪了一年的千德拉利 虽然通过搜索 警方还在现场找到了裤子鞋子 随身听等物品 可包括遗骸在内的所有物证 都因为暴露在大自然中的时间太长 致使法医无法从证物中提取到 任何有用的生物信息 甚至连去世的原因都无法确定 不过从现场找到的那条裤子来看 钱德拉必是被人所害 因为有人将裤腿部分打了一个结 可惜警方根本无法通过这些信息 推测出凶手的身份 所以钱德拉案的调查很快就陷入了沉寂 等他再一次被人想起时 已经是六年后的2008年了 原因是这一年的夏天 《华盛顿邮报》重新整理报道了此事 而报道中的一些细节 让民众又一次怀疑起了 那个萨尔瓦多非法移民 英格玛关迪特 我们知道先前有一个监狱的县人 举报英格玛与钱德拉的失踪有关 所以各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吗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 英格玛是2001年7月底被逮捕的 原因是他涉嫌两起对女性的袭击事件 第一起发生在2001年5月中旬 另一起呢 则发生在2001年7月上旬 根据受害者的阐述 他们都是戴着耳机在户外慢跑或者散步时 遭到的袭击 大家还记得吗 钱德拉的遗骸旁也有一双跑鞋 以及一部随身厅 由此可见他在遭遇不测前应该也是在慢跑 但这些并非重点 重点是英格玛索范的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延西公园 第一起案件发生的位置距离钱德拉案的现场只有半英里远 距离第二起案件的发生地点不过一英里 也就是说三起案件都发生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段内 听到这有人想莫明白了 英格玛有这么大的嫌疑外加线人举报 警方为什么不就钱德拉案对他进行深入调查 难道只因为其通过了测谎 不得不说 测谎结果肯定是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是钱德拉案发生在袭击案之前 而根据警方以往的经验 如果嫌疑人的第一起作案时就把受害人干掉了 那之后的案件中应该不会再留活口 而事实上后两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成功脱险了 英格玛的目的仿佛只是抢劫 先不说警方的观点是否合理 至少在测谎这个问题上 《华盛顿邮报》认为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英格玛是说西语的 而当年帮他测谎的警员又只会说英文 所以每个问题都要事先翻译 这种方式会给被测者留下很长的缓冲时间 从而让其调整心态 换言之 英格玛的测谎结果很可能是不准确的 除此以外 《华盛顿邮报》还采访了英格玛的前女友 对方明确表示2001年5月1日 英格玛回家时脸上有抓痕 就这样 2008年9月 华盛顿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下 不得不就钱德拉案 对还在监狱附近的英格玛展开了调查 可除了在他住的牢房里找到了一本介绍 钱德拉案的杂志以及一张钱德拉的照片外 其余啥都没有 可半年后的2009年3月 英格玛就因谋害钱德拉被正式起诉 在经过多次听证会后 2010年11月12日 英格玛的谋害罪名成立 被判有期徒刑60年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简单 警方找到了一个名叫阿曼多·莫拉莱斯的人证 这家伙是谁呢 英格玛的狱友 阿曼多告诉警方 英格玛曾向自己完整的讲述过 钱德拉案的发生过程 话说2001年5月1日那天 英格玛发现钱德拉正在延西公园慢跑 于是便跟了上去想要对其进行抢劫 没想到对方的反抗异常激烈 由于怕巨大的动静会引来麻烦 英格玛只能出众手将钱德拉打晕 并拖进树林深处 然后呢 他拿走了钱德拉随身携带的一个腰包 便离开了现场 也就是说 英格玛其实没有要谋害钱德拉的意思 至于他去世可能是受到了重伤 外加天气太热导致脱水造成 哎 这就是英格玛罪名成立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 只因为一段证词就下达有罪判决 显然是不恰当 再加上英格玛本人呢 也从未承认过自己的罪行 因此 2011年2月25日也就是判决下达三个月后 辩方的律师詹姆斯克莱因便向法院提出了上诉要求 5年后的2016年7月28日 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宣布放弃对英格玛的起诉 理由是证据不足 之所以检方会做出如此让步 原因是辩方律师詹姆斯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阿曼多·莫拉莱斯 竟然不是第一次与警方合作了 言下之意就不用我都说了吧 2017年5月 英格玛被驱逐出境 并遣送回了萨尔瓦多 而钱德拉去世的真相 也再次淹没在了迷雾之中 至今沉迷 在节目的最后 我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虽说案子没有破 但钱德拉的父母 却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凶手 比如罗伯特·利维认为 英格玛就是真凶 不能将其绳制以法 只是因为缺少证据 而苏珊·利维依然觉得 家里康迪特才是幕后黑手 至于我个人呢 是站在罗伯特这边的 毕竟英格玛所犯的 两起袭击案的地点 时间以及目标选择上 都与钱德拉高度吻合 虽然最后那个叫阿曼多的证人 的确有可能是安排的 但当年那个县人绝不可能是安排的 要不然警方也不会给他测谎了 有人要说了 那个县人不是没有通过测谎吗 没错 不过他和英格玛一样也是西语系的人 所以测谎结果不一定准 另外很多案件已经说明测谎呢 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他可以做到井上添花 但要靠他画龙点睛肯定是做不到的 对于钱德拉案呢 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应该是县人的证词和时间线 这才是关键所在 各位还记得吗 县人表示 钱德拉呢已经去世了 而且英格玛是在公园做的案 想起来了吧 问题是 钱德拉的遗骸呢 是2002年5月22日发现的 而县人是在2001年9月举报的英格玛 换言之 他在8个月前就预言了真相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 不过关于康迪特花25000买胸那段呢 估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 他要真能干出这种事 那几十年政坛也算是白混了 退一万步讲 即使他有买胸的想法 也绝不会让结活的吃到幕后老板的真实身份吧 那不就是将把柄送给了一个为了钱啥事都敢干的人吗 疯了吧 另外我觉得他也没有作案的动机 对于政客来说 他顶多就是怕钱德拉出来公开两人的关系 从而影响其仕途 可从之后跳出来的那名空姐来看 康迪特的情人也许多得是 真要干掉一个 后续引发的连锁反应只会更多吗 还有啊 他与钱德拉毕竟才将往五个月 就算要出事 我觉得也还没到时候 总而言之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康迪特都没有谋害钱德拉的理由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呢 希望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